发生火警 发生火警 小白圆形的物体不断发出警示标语 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住宅用火警警报器 小小的一颗就能确保居家的安全 那我们消防局是以推广的方式 会捐赠给这个民众一颗 还是要呼吁大家每个房间 每个居室 每个客厅都要装一颗 负责大同 士林以及北投区的台北消防第四大队 特别在北投捷运站前广场举办住宅安装住警器 家人安全无波比 社区防灾宣导活动 希望借此让民众了解防灾的重要性 利用一个简短的时间自己做一个自我的演练 这样的话第一个有通知的设备 第二个有避难逃生的计划 这样的话在不幸发生火灾的时候 你的生命财产更有保障 现场除了让民众申请安装住警器之外 还有让小朋友亲身体验穿戴消防衣 贪神 甚至还有时下最夯的VR活场体验 希望借由闯关活动 让大家都能防患未然 建立防灾的观念 台湖大台北新闻曹灯华 菜宝报导 非常危险 最后来我们的巨大会 最后来我们的帮助 这不是非常危险 他们的危险 我们的危险 怪罗